各位觀眾歡迎收看健康頻道 今天是2021年的9月26號 我們今天要來教大家 怎麼保存這個辣椒種子 我們現在眼前看到這個辣椒 我們之前有跟各位介紹過 這個是黑辣椒 影片連結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那我們現在呢 要打算把這個辣椒種子拿來保存 在保存之前 我先將距離垃圾近一點 來各位來看一下現在這個辣椒的狀況 好 我們現在眼前看到這個辣椒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已經看起來很明顯都已經乾掉了 這是乾掉的辣椒 那我們看到這個梗的部分還綠綠的 理論上沒意外 這個辣椒OK應該拿來採收還算可以使用 那我們之前呢 也曾經跟各位介紹過這個辣椒採收 當時呢我們用的這個辣椒呢 用這一種 那影片連結我們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當時我們是用的是鬼椒 那現在呢 我們用的是這個黑辣椒 要採收這個黑辣椒 那現在黑辣椒成熟呢 你可以使用這一種的這個辣椒 把它採收 然後我們今天呢 要採收的是下面這一種 給各位參考這個 我們試著看看 採收保存看看 我之前呢 也都有跟各位講過 這個辣椒啊 你如果像剛剛上面這個 這個 你如果是像這種 辣椒種子採收下來 如果你拿去外面 太陽底下曝曬 曬到乾的話呢 它有可能 會影響它的發芽率 它發芽率呢 有可能幾乎會變成零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這個情況 在十幾年前的時候 我開始種那鬼椒的時候呢 我就從網路上呢 買像類似這種 整個很完整的辣椒種子 這個辣椒種子呢 我就直接像那新鮮的種子拿來種了 發芽率很高 然後另外一顆呢 我就拿去曬 曬乾來想說要保存 然後曬乾之後呢 拿了一部分的種子去種 去種 結果發現 怎麼種都不會發芽 所以我知道 一旦這種辣椒呢 你一旦曬過頭啊 它是發芽率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呢 現在呢我們要砍達 來看一下下面這個 喔 我們打算的拿這個種子 拿來 風乾 然後順便拿部分種子拿來 測試種看看 因為我們要試試看說 這樣子的種子能不能順利發芽 OK 那我們現在採這個辣椒起來 我們來示範給各位參考一下 OK 我們呢準備一個盒子 這個辣椒呢 我們準備採收之後呢 放到盒子 風乾兩三天後 然後再放到夾鏈袋裡 冷藏保存 我這個做法呢 根據我的測試呢 這個種子放個十年 發芽率還幾乎 快要 可以說是百分之百 那之前呢 我曾經把八九年的種子呢 拿來 測試種看看 發芽率都還很高 九成以上沒問題 那我們現在呢 準備拿個道具 工具喔 我們先把辣椒給撕開好了 看你是要用鹼 剪開的方法呢 把它剪開 或者是用什麼方法把它撕開都可以 不管什麼辣椒 建議不要用手 或者是你要戴手套 因為你用手的話呢 會有一個問題存在 你手如果碰到辣椒 再去碰到眼尖 鼻子等敏感地帶的時候呢 碰到的位置就會辣到哪 而且是你會受不了 之前我曾經摸過鬼膠 碰到眼睛碰到鼻子 保證你一定會哀哀叫 所以呢 建議 有道具你就拿道具 我們把這個頭 撕掉一下 我們把表皮用剪刀把它剪開來 然後 看看 能不能把裡頭的種子 挑出來 所以 採收這些種子 都是要注意的 新鮮的種子 這看起來應該發芽率都還很高 它是在 辣椒上面 曬乾的 而且 並沒有說曬得很完全的乾乾燥 所以 理論上 沒意外的話 它發芽率應該還是很高的 那你如果是自己把它拿下來 像這種情況拿下來 然後去外面 尤其是台灣的夏天 大太陽底下一直曬一直曬曬 一旦曬過頭了 保證那種子一定 發芽率會幾乎趨近於零 所以有些朋友呢 你會覺得發現說 奇怪 為什麼網路上買到的種子 那發芽率呢 怎麼這麼差 因為它使用 很多人啊 都是聽那老一輩的人在講 說 將這個種子拿去曬乾 要曬過頭 它就不會發芽了 所以這種子是不能曬過頭的 所以這種子是不能曬過頭的 不是聽老一輩的人說 拿來曬你就還真的 拿去曬 翻面 剛剛 剛剛那一面已經夾完了 這個種子 這種子好少喔 鬼膠這樣子採會有二三十顆種子 那這個 這個 這個估計有十顆就要投銷了 這個黑辣椒 不知道有沒有十顆種子 有十粒種子就投銷了 沒了 二四六八九 還真的十顆 九顆 九顆種子 OK 那接下來呢 哇 哇 哇 又變零顆了 這是整 這是封 封太大了 跟各位講喔 就是 種子就是這樣子 採收後 放到陰涼通風處 風乾個兩三天 不要用手抓 這種手抓 然後我跟你保證 你一定會 出問題 風乾兩三天之後呢 再拿夾鏈帶 把它保存 夾鏈帶 保存好之後 就放冷藏 然後上面 拿個奇異筆之類的 在上面寫上 名稱 這樣子放呢 可以維持這個種子 估計 我們講估計的 大概可以放個 十年沒問題 發來率應該都還超過九成 二四六七 少兩顆種子 掉哪裡去 好 那兩顆種子 等一下我再處理 今天我們影片 就介紹到這 未來各位有興趣的朋友 就參考以上的說明 去操作即可 感謝收看 再會